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弹射车子振动感 修长车身很性感 全新1.5T发动机 7速施式双零和高效变速器 四轮独选弹射起步 零百加速仅需7.7秒 江湖人称新资源激情作家 地表最强哈佛制度 一切成功大博重 今天他来了 一切成功大博重 记得一位媒体老师曾经说过 你可以不是人中旅步 但也能驰骋山路 如果你是潮流玩家 这车值得关注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还有媒体同人们 以及线上和线下的 所有的粉丝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也是520 同时也是哈佛制度 充粉激情之夜 请各位跟随哈佛制度一起 勇敢的表白 欢迎各位的光临 我是虎哥说车的创始人 也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于虎 再次欢迎各位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哈佛品牌 向各位介绍一下 参与本次活动的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长城汽车副总裁 傅小康 欢迎傅总 哈佛品牌总经理李小瑞 欢迎李总 哈佛品牌技术总经理 吕文斌 欢迎李总 哈佛品牌 营销副总经理张孟元 欢迎孟元 哈佛赤兔商品总监李振涛 欢迎振涛 哈佛赤兔营销总监 余颖周文 欢迎两位 另外还有哈佛品牌 传播策划总监王伟伟 欢迎伟伟 除了哈佛的各位家人 今天到达现场的 还有我们赤兔的 各位亲爱的合作 非常非常紧密的小伙伴们 我们也好好地来介绍一下 他们是 马峰波旅游网副总裁 于卓 于总 欢迎 Channel Joy 组委会秘书长 韩志海 韩总 欢迎 美托集团 狼千雄 狼总 欢迎狼总 另外还有Keep自由运动场 张万涛 张总 也欢迎张总 以及我们所有的经销商 以及合作伙伴们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再次欢迎各位的光临 谢谢大家 可能新鲜的朋友 早就发现了 刚才我们大屏幕上的倒计时 比较特殊 多少呢 是7.7秒 对吗 这也正是哈佛赤兔 百公里的加速时间 它性能卓越 冠决局雄 与2BNo.1的这个主题 非常非常的贴心 哈佛赤兔可以这样讲 从来没有让我们所有的粉丝 和小伙伴们失望过 所以今天 这场属于中国哈佛 属于哈佛赤兔 属于我们线上线下 每一位观众的 重粉激情之夜 又会有什么样的 surprise 在等待着各位呢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哈佛赤兔商品总监 兔先生 李振涛上台 为我们解读 哈佛赤兔的独特魅力 掌声 有请 尊敬的各位领导 媒体朋友 以及线上的网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李振涛 欢迎大家来到 投逼 No.1 哈佛赤兔 成粉激情之夜 面对迎面而来的 年轻化市场浪潮 每个车企都在思考 应该怎样的态度 去和年轻人交流 目前 我国 这一时代的年轻人群规模 总数在1.2亿左右 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 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物质的富足 他们有想法 有担当 有能量 有腔调 敢尝试 做事 从不犹豫 在他们的世界观中 人生是不设限制的 他们是各自领域的超级玩家 而我们哈佛赤兔 就是要为这些超级玩家 量身打造的超级作家 正是因为哈佛赤兔 与他们的需求和精神内核 产生同频共振 使得哈佛赤兔 在2月份 送赤兔上火星活动中 正式出道 到3月 兔潮大会 静态品鉴 再到4月 全国媒体试驾 以及上海车展预售 一直 兔力十足 在运动圈和次元圈 掀起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更让人欣喜的是 哈佛赤兔 在上海车展预售 仅仅一个月时间 已经收获5000以上的订单 其中 更有超百名用户 全款购车 创造了哈佛 新车预售价值 No.1 曾有一位名人说过 没有人会记得 谁是第二名 因此 我们在产品设计初期 就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就以打造 行业No.1的标准 严格要求 构建了全新平台 全新潮流 新激情的 三新体系 创新定义了 新次元激情作家的 车型定位 并以全新的 共创生态理念 赋能产品进阶 铸就哈佛赤兔的 2B No.1 硬核实力 在众多No.1当中 我先说一下 基层No.1 也就是 我们的动力No.1 哈佛赤兔 首次搭载 全新GW4B15C 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 135千瓦 峰值扭矩 275牛米 整体响应更快 动力更强劲 并且 它标配了 弹射起步模式 7.7秒 轻松破百 和它相匹配的是 7DCT 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它的传动效率 高达98% 它们两个 组成了 哈佛赤兔 高效的黄金动力系统 使我们哈佛赤兔的 百公里油耗 仅为6.2升 另外 哈佛赤兔还配备了同级独有的换挡拨片 雪地模式 同级领先的四轮独悬等等 让每一个驾乘者都可以更好地感受到赤兔的速度与激情 激情之后 我想再聊一下赤兔的神机No.1 其实 也是大家熟悉的 智能No.1 哈佛赤兔 配备了自动 L2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它有着14项 同级领先的智能辅助功能 让驾驶 变得更轻松 更简单 它还配备了身份识别 情绪识别系统 实现人脸识别 疲劳驾驶监测 和情绪识别等等 可以化身为用户出行的专属管家 陪伴在您的左右 此外 我们哈佛赤兔 还配备了同级独有的智慧躲闪功能 不仅可以媲美合资车 也更安全 同级独有的HUD智能抬头显示功能 有着三种模式 能够实现在 雨天 晴天 以及雾霾天的全天候HUD 使智能巡航 尽收眼底 同级独有的智慧车辆共享 可以实现远程操控 远程启动发动机 以及钥匙分享功能 能够很好地解决 我们在用车过程中的一些小的尴尬 全自动泊车 精准高效 可以让新手 秒变老司机 接下来 我想聊的是 消费那么一 这个则和安全相关 相信大家也会格外关注 哈佛赤特的车身 采用了同级最高比例的高强度钢 占比达到81.7% 运用的热成型钢 最大抗拉强度 可以达到2000兆帕 是普通钢板的6-7倍 这绝对是行业顶级的被动安全设计 说完被动安全 那么主动安全方面 哈佛赤特有着行业领先的 内外双木行车记录仪 开启它的哨兵模式 我们可以实现开车停车的实时监控 室内室外的远程查看 可以实现单拍 连拍 以及语音拍照等功能 简直就是配备了一个24小时的保全 至于BSD双预警系统 和同级领先的高清360环式系统 可以让用户享受全时段 全场景的开挂体验 远离危险 主被动安全的双管齐下 让哈佛赤特犹如移动的堡垒 全方位客户用户的人身安全 最后要介绍的是 预驾No.1 这个重点是超大的空间 以及超级的舒适配置 哈佛赤特有着2700毫米的超长轴距 和1898毫米的超宽车身 完美地诠释了小车大美 并且它在车内设计了 同级最多的26处储物空间 很好的诠释了赤兔 脚兔多窟的含义 后备箱容积更是可以轻松的 从400升扩展到952升 足以装下年轻人想要的所有 另外哈佛赤兔还有着同级超大的12.3寸液晶屏 空气净化系统和双温期空调 为用户打造家一般的乘坐舒适体验 正如大家看到的 今天的主题是哈佛赤兔 虫粉激情之夜 所以虫粉是第一位 而我们则要做到虫粉No.1 其实关于虫粉 大部分人能想到的和正在做的 就是生活共创 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并且我们和赤兔的粉丝们 一起共创了全场景 全生态的赤兔周边 持续打造 炒 玩 造 能的生活 这让纯粹的吃喝玩乐 进阶成吃喝玩乐生态 同时我们也会和用户 共创一些新品类和新物种 譬如 我们哈佛赤兔 作为行业首个轻改装倡导者 我们希望可以和用户 一起共创赤兔的改装 通过大家智慧的碰撞 共创出属于哈佛赤兔的 一系列改装方向 改装产品 以及改装目标 最终 让改装变得像 我们平时换手机壳一样 轻松又简单 其实在今天现场的生态区中 我们已经展示了一些 共创的生活周边 像扑克牌 花果茶 电脑贴等等 这些都是生活共创的结果 关于清改装 我们已经在研究 如何给我们赤兔 装上兔芽 希望大家能够一眼就认出 我们的哈佛赤兔 赤兔不是马 共创的胡萝卜挡板 让车变得更加可爱 此外 我们也研究赤兔的红眼球 希望通过安全合规的方法 共创出红眼赤兔 让大家过目不忘 在共创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更多的用户 能参与到 哈佛赤兔的共创中 后面 哈佛赤兔将会通过 发布共创任务的形式 吸引更多的用户 加入到兔粉的大家庭当中 而所有兔粉 都可以认领共创任务 我们将会与用户一起 以共创经营的全新方式 为赤兔粉丝 共创价值 创造一个 可持续链接用户的 潮流文化 新生态 全新的产品 全新的生态 全新的服务生系 哈佛赤兔的未来 将带给我们 无限的遐想 让每一位用户 都能够成为 国潮生活中的 超级玩家 让一切成兔 挡不住 让兔兵纳纳的激情实力 玉玉生辉 好 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青猪星球 这里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请休息一下吧 你好赤兔 导航去附近咖啡厅 已经规划好路线 没错 哈佛赤兔 变宽了 没错 哈佛赤兔变宽了 变长了 时尚感也变得更强了 通过刚才 兔先生的精彩发言 和炫酷的赤兔TVC 我们非常能够感受到 哈佛赤兔 人物我有 人有我优的产品品质 当然 我们也看到了 哈佛赤兔 基于新平台 新激情 和新潮流构建的 三星价值体系 正是这种不断的创新 让哈佛能够持续的 引领市场向上 兔先生呢 刚才已经给我们分享 很多的产品 No.1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消息 还要给我们大家分享 下面 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哈佛品牌技术总经理 吕文斌先生 为我们继续分享 来吧 有请李总 吕文斌好 各位现场正在 以及正在线上观看直播的 网友朋友们 大家好 哈佛李总 咱们又见面了 哈佛赤兔呢 自亮相以来 总是在不断的 给我们创造Surprise 时不时的 还送人一点彩蛋 您今天既然 作为第二位登台的嘉宾 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家 带来一点惊喜呢 这是肯定有了 必须的 对 哈佛赤兔自亮相以来呢 表现一直超乎大家的想象 是 所以今天也一定有 很多的惊喜送给大家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今晚第一个的惊喜就是 哈佛赤兔DHT来了 你等会 等会 DHT哪个 就是那个混动车型吗 对 正是这套系统 是不是搭载着咱们那个最新的柠檬平台的那个混动DHT 对 就是我们去年发布的柠檬DHT 不是那个好像还没有量产啊 咱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今天就来了 你给我们赶紧说说 哈佛赤兔混动DHT不仅是柠檬平台DHT构架下的首款量产车 也是中国自主品牌首款双电机H1V构架混动车型 您说的那么厉害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款车到底有什么优势 那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您来了 哈佛赤兔混动DHT搭载的动力总成是 1.5升高效发动机加双电机 而且是两档变速器 系统总高率可以达到140千瓦 最高扭矩370牛米 综合效率最高可达50% 有着堪比电动车的驾驶感受 当然油耗也会非常的低 驾驶它呢完全没有里程的焦虑 也没有充电的困扰 也不会受到环境温度的高低的变化的影响 所以说绝对值得拥有 不是您先等会儿哈 您说的这个优势 我们大家听的云里物里 当然很多专业的老师也听懂了 我就想问一下 您刚才提到的那个两档变速箱 那个东西是不是很厉害 破虎哥果然很专业 我们这个双电机两档 七合一集成式专用的第一支机变速箱呢 是 综合效率最高可达50% 50% 而且两档第一支机 也是绝对的行业领先 动力传动力短 发动机直驱的动力强 发动机的双速比和电机的驱动呢 是相互配合 可实现多种工作模式的智能切换 可以达到全场景 全速域的经济性 动力性 平顺性的完美平衡 我们都知道这个混动系统啊 通常是油耗都比较低 对吧 我想问一下 咱们哈佛赤兔的混动 DHT的油耗 大概是多少 我们这套动力系统的油耗表现呢 是非常优秀的 百公里综合油耗 仅低至4.6升 4.6 是不是很省 真的是4.6 对 如果真的是4.6的话 那确实不错 对一台紧凑级的SUV 这样的油耗 应该说是比较优秀了 虎哥 其实 它的加速性啊 和平顺性 也非常的棒 在低速工况下呢 它处于是EV的驱动模式 也就是说 它的高性能驱动电机 可以输出超大的扭矩 动力响应呢 也极为的迅捷 0到60公里加速 仅需3.9秒 而且油电切换 是非常的平顺 所以说城市路况 节油率最高 可达到50% 我们的用车成本 直接减半 并且我们可以实现 1100公里的超长续航 里程的焦虑 完全不用考虑 1100公里 这可以啊 看来这个哈佛赤兔 混动DHD车型啊 非常的有料 第一个惊喜说完了 咱们接下来 是不是得有第二个惊喜啊 那当然会有 也一定要有 必须的嘛 对 这是今天赤兔的 上市的好日子嘛 所以说第二个惊喜就是 我今天带来了一位 颜值于实力并存的新同事 你还有新同事 对 什么新同事 值得您在这个台上 这么隆重的介绍啊 他就是哈佛赤兔代言人 兼用户增长官CGO 吴轩怡 帽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吴轩怡 全衣的粉丝们 您的呐喊声尖叫声在哪里 欢迎轩怡 看你的粉丝在那里 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轩怡 好 吴总 吴总你好 知识你好 哈喽 哈喽 赤兔的粉丝们 还有我的医员们 大家晚上好 哎 医员们已经兴奋得不得了 厉害了 吴总 你这个惊喜确实有一点意外哈 咱们既然聘请了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这么怀旬的代言人啊 还是这个哈佛赤兔的 用户增长官CGO 哇 那么同时呢 今天也是 轩怡入职哈佛的 No.1 2B No.1 第一天 咱们是不是得有点什么仪式感 这个咱们可以有 哇 而且咱还必须有排面 有排面 有请礼仪上摊 好 还有套路啊 哇 还有画 好可爱啊 吴轩怡 这是咱们 哈佛为你准备的员工工牌 天啊 还有 这是为你准备的聘书 哇 还有聘书 哇 谢谢 那我现在就宣布 吴轩怡正式入职 中国哈佛任哈佛智兔代言人 兼用户增长官CGO 好 恭喜轩怡 谢谢 正式入职哈佛上任用户增长官CGO 来吧 有请两位合影留念 好 来 两位合影留念 3 2 1 欢迎轩怡正式入职 谢谢 哇 天啊 好 谢谢 好大的一份礼 谢谢 那我把这个 牌位 挂上 好了 还带上啊 哎呦 来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这真不是盖的 玩真的呀 这个 轩怡这个 问点这个 私密点的问题 能问吗 有多私密呢 有多私密呢 你猜 好了 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最近呢 参加一些节目 会有舞台 然后呢 也会准备一些新歌 还有新装集 那接下来后半年呢 我也会进入剧组里面拍戏 哦 哦 哦 厉害哦 欣一又发新歌了 是的 那今天既然新一来了 嗯 而且是我们正式入职哈佛的第一天 对不对 是的 那恰好也是我们哈佛赤兔上市的好日子 嗯 我觉得 齐前透露一点 也算给咱们哈佛用户的一个福利 大家说好不好 想不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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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吧 因为今天我其实在微博也发了一个 我之前生日发的新专辑的 新歌的一首歌 然后呢 我把它弄成了练习事板 那我就在这儿清唱一段 我那首歌好了 哦 好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哇 好听吗 哇 姨元厉害了 姨元你们怎么搞得的票 而且这么多 好家伙啊 小小的福利 先送给各位姨元 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媒体老师们 后面还有更劲爆的这个大奖哦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 轩音音不仅这个人长得漂亮 舞跳得也好 歌还唱得那么棒 啊 就跟我们今天的哈佛赤兔一样 颜值 实力 艰巨 另外今天也是一个爱心满满 适合表白的日子 520嘛 不知道轩音有没有什么 想跟大家说的 或者分享的 那我当然是要跟哈佛的用户们表白了 希望他们能够跟赤兔一起领略新的 不一样的生活激情还有驾驶的乐趣 希望大家能够开心每一天 哦 这么甜的表白 做轩音的粉丝应该很幸福哈 哎 轩音我问一下 你是怎么入职到哈佛的 我们都很奇怪 这个嘛 那还是要感谢 这个我来 我能证明 你能证明 你来吧 因为像我们正大厂啊 我们的原则就是虫粉 哎 是 大家谁喜欢 用户爱谁 喜欢谁 那我们就必须选谁 所以说哈佛重几粉来 就是这么讨横 等一下 吕总你先等会啊 你这些话说的说的这么棒 您对这个轩音到底有多少了解 是不是特别了解 那是当然了 因为轩音现在已经是我们哈佛的赤兔代言人 是 而且还是我们的用户增长官 哎 肯定了解了嘛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来做个游戏 快问快答怎么样 好啊 好的我没问题 那我更没问题 那行吧 那两位都没问题 咱们就来吧 简单粗暴一点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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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忙活上了 吕总 轩逸这个要求没问题吧 没问题 一切只要给用户的 我们一切都OK 好嘞 那咱们这样 简单一点 我出五个关于哈佛赤兔和轩逸的问题 你们两位抢答 回答正确多的一个人获得胜利 输的一方咱们发福利 OK 两位 没问题 好嘞 开始 请听第一题 哈佛赤兔的轴距是多少 2700毫米 了解 这么快哈 佛赤兔加油啊 这是你的兔子 就是紧快 注意请听题 好 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啊 来 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5秒开始 哇 怎么样 轩音好不好看 声音大一点 漂不漂亮 哎 哎 漂亮 好嘞 吴轩怡刚才跳的兔子舞 最开始做的手势是左手在前还是右手在前 哦 刚才 我来说吧 你来说 你刚才看脑了是不是看脸了 对 都看脸 左手 哦 可以啊 吴总 啊 这你都看出来了 平时没少看小姐姐啊 不是不是 平时没少关注轩一样啊 那是 其实我们哈夫人呢都比较注重细节 而且我也是轩一的粉丝 哇哦 谢谢 所以说在刚才看那段视频的时候呢 我是非常的仔细和认真的 谢谢 好嘞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来看第三题 好 哈佛赤兔的高强度刚占比多少 百分之八十一点七 哎 这一果然 对赤兔是真了解啊 没少做功课 接下来 咱们请听第四题 两位 来咱们一步到 右手位 请看 卫斯亚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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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ime it's nothing new it's always on a night like tonight i think god you can read my mind cause when you look at me with those eyes i'm speechless standin' at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at dress what it's doing's happening a secret 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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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 轩宜的生日 对不对 你连这你都知道啊你 低着低着 对 吕总 我怎么觉得你也是一位遗员呢 现在这个结果是2比2了 最终谁胜谁负 就看最后一题 Ladies and所有的小伙伴们 注意赛点来了 最后一题 听好 好 哈佛赤兔百公里加速多少 送你一题吗 7.7 太快了 轩宜果然是哈佛赤兔的 对 CGO7.7秒 这个产品了解的够透彻啊 我抢答了 恭喜轩宜获胜 吕总 你这输了啊 输了 给大家赶紧来点福利吧 这个没问题 福利咱早就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对 这个福利呢 轩宜 我觉得这个福利先给我们的首批用户吧 好嘞 没问题 也是帮轩宜完成用户增长的KPI 哇 谢谢 其实在刚才兔先生其实已经讲了 就是我们哈佛 从上海车展预售呢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超过5000名的预售用户了 并且有很多人已经在预售阶段就全款订了车 所以说在这里 我也想代表哈佛回馈这些用户的支持 我决定给予预售期下订单的首批用户送上赤兔的预售中粉礼 这里边不仅有着哈佛自家的22,200的积分 更有着价值500元的维宝带金券 这个福利 哇 这个福利啊 有没有我的份 有没有我的份 有啊 我们私下聊 可以 这个福利应该啊 会让预定用户更加的开心 相信他们一直会支持咱们的哈佛制度 轩宜虽然你赢了 但是你是今天正式走马上任的 第一天 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表示表示 轩宜啊 这个离我觉得抵送 看看今天到场这么多的嘉宾 还有正在线上观看直播的千万粉丝们 他们未来都会帮你完成用户增长业绩 而且年中咱们是要有考核的 哇 那这个我就必须得整点了是不是 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一些 我精心的签名照 还有一些签名的T恤好不好 哇 这个好 这个好哈 你看咱们送六件签名的T恤给线上的朋友怎么样 当然可以 那咱们就准备抽奖 来 有请工作人员 有请 好 来 轩宜 说一个我们这一轮抽奖弹幕的口令吧 好 那就哈佛赤兔CGO吴轩宜好了 哈佛赤兔CGO吴轩宜 好的我们这一轮弹幕抽奖的口令是哈佛赤兔CGO吴轩宜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从哈佛志佳的直播当中截图 我们先说好哈 集评两次 每一次前三名我们都会送给每人一件吴轩宜签名的T恤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抓紧时间刷起来 没有在哈佛志佳观看的小伙伴 赶紧下载 想要吴轩宜签名T恤的朋友 快吧 哈佛赤兔CGO吴轩宜给刷起来 好 一会儿轩宜你来喊停好吗 好 我们先刷起来啊 那个摄像老师先给我们一个镜头 准备好了吗 想要的就赶紧刷起来 对 先刷起来 哇 不会吧 这么快 我的妈呀 好 准备好了啊 三 二 一 一 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前三名已经产生 哇 是哪三位 谁呢 有一位隐藏的 不大能看得清了啊 这个我们就不算了 HF 还有那个什么YOI啊 还有那个G什么M啊 这个看得不是很轻啊 就是前三位 好 每人获得吴轩宜的签名T恤一件 好吧 恭喜 哎 我们继续刷起来 还有三件 还有一次 这次咱们让那个吕总喊停吧 好吧 吕总你只要觉得可以了 就随时可以喊 好 我跟轩宜这次一块喊吧 好 想要轩宜的签名T恤的快刷起来 好吧 屏幕之前的老且们 要不要快刷起来吧 好 那我可要喊停了啊 好 5 5 4 3 2 1 再让他刷一会吧 哈哈哈 好 停 来 我们看一下 前三位 哎呦那第二位那个名字看不见了哈 EB还是E8 那我就取那个 HF HF刚才不知道中奖了没有啊 如果中奖就不算啊 初心 还有我是吕布 你怎么着啊 你要买赤兔啊这是 就是要上天的 好了 恭喜 这三位加上前面呢 三位一共六位朋友 恭喜你们 嗯 获得了哈佛赤兔 担言人兼用户增长官 CGO 吴轩宜的签名T恤一件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信息啊 发给管理员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也会联系大家 邮寄礼品 请各位注意私信 不要错过 轩宜咱们现场的朋友送了T恤 现场的朋友 咱们是不是送一点签名照呢 那当然了 那我就呃 送给现场的朋友六张我的签名照 六张 好 不能再多了 好了 所有的小伙伴 现场的各位老师们 你们的福利来了 大家可以看看 自己座椅的左右两侧 有没有贴哈佛赤兔的字贴 我们现场有六个座椅 贴了这样的字样 这六位朋友 就是我们的六位获奖嘉宾 哎 现在是要拍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下面 都在寻找 哦 在那里 我的妈呀 还有吗 哇 这里也有 如果有的话手举过头顶 我的天 这里还有 都在那里 哇 那个小妹妹也中了 恭喜恭喜 厉害了 恭喜 活动结束以后 带着你们的字贴啊 到吃喝玩乐区 找我们的工作人领取吴轩怡的签名照一张 没有获奖的朋友 没有获奖的朋友 请注意 我要敲黑板画终点了 不要着急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大奖等待着各位 接下来我们先请吕总和轩怡台下就坐 稍事休息一下 有请两位 辛苦 辛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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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了 看过台上几番交锋之后呢 我们也放松一下 一起来欣赏一段激情的兔组 有请我们的Dancer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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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きと優しい笑顔くれたら Bab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Give me give me more 君の傍にいるよ One more time Give me give me one more time 昨日とは違う空の下で One more time 明日もOne more time 始めるの One more time 二人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Give me to me one more time Yeah What's up boys 知って欲しい about girls Look 告白したいけど Ooh 女子は待つののRule 隣でFeel so good 覗きたいな瞳 I wanna look 雲突き抜け higher 目処まね Keep kind of wonder 一度のHack じゃまだ足りない TWICE 大好きな声 もっと聞きたい TWICE 繋いだ手の中 奇跡が広がる トキメキ止まらない Baby you're my heartbeat Give me give me more 君と歩いてゆく One more time Give me give me one more time Oh oh 気を繋ぎ見える全てが好き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h oh Give me give me more 君のそばにいるよ One more time Give me give me One more time Oh oh 昨日とは違う 空の下で One more time 明日も One more time Oh oh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No problem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連れて行って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君と素晴らしい恋しよう Give me give me more 君と歩いてゆく One more time Give me give me One more time Oh oh 気を繋ぎ見える全てが好き One more tim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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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more time Oh oh Give me give me more 好 好 謝謝 感謝我們激情四射的姑娘們 就像我們今天的這一隻兔子一樣 哈佛赤兔 沒錯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裡呢 各位親愛的小夥伴們 今天晚上最大的懸念 當然 也是最最重磅的環節 哈佛赤兔 最終的售價要公布了 來 當然我們要請出最重磅的領導 讓我們掌聲有請 哈佛品牌總經理 李小瑞 李總 來 有請 主人好 各位來賓 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把舞台交給李總 好的 那麼我們就直接宣佈價格 好吧 我宣佈哈佛赤兔正式上市 哈佛赤兔白銀兔版 充分價十萬九千八 黃金庫版充分價十一萬七千八 國金庫版十二萬三千八 另外呢我們今天還給大家帶來了五個充分的優惠政策 分別呢是購車無有禮 暢想至連禮 吐槽升級禮 隨心所意禮 貼心至保禮 涵蓋了貸款政策 免費的Forta服務和超常的至保 應該說是絕對的超值 這可以啊 我們來看看吧 夠貼心的吧 好了各位 心動不如行動 價格已經有了 福利政策也來了 還等什麼呢 抓緊時間搶購 另外呂總 你看剛才這個呂總和宣宜啊 都帶來這個福利啊 禮物啊 對吧 您作為今天最大的boss 是不是也應該表示表示 回饋給很多的粉絲 還有我有個建議啊 好 咱們這個哈佛赤兔的零百加速是多少秒 7.7秒 7.7秒 對 咱們今天要不就送一個7.7折的購車名額怎麼樣 沒問題 虎哥竟然發話了 是 我們不光送一個 我們好事成雙 送兩個 你說的啊 送兩個 兩個7.7折 君子無息言 大佬就是大佬 這福利太給力了 來 我們再次有請工作人員 有請 各位在線觀看直播的朋友們準備好了哈 如果不是在哈佛智佳APP觀看直播的朋友就趕緊下載哈佛智佳 我們將會抽取兩個7.7折的購車名額以及共創大禮包 我們截屏兩次抽取前五位網友 那麼問題來了 有的家人們會說 你不是送兩個嗎 對 幹嘛截屏送五個呀 跟大家解釋一下 每一輪的第一位朋友獲得的是7.7折的購車名額 對 剩下的四位優惠呢 將獲得我們哈佛智佑的共創大禮包 對 李總 您來決定一下我們這一輪抽獎的彈幕口令好不好 我們就用今天的主題 主題 2B No.1好不好 2B No.1這個好 大家不要打錯了啊 2子的2 必須的B 還有那個NO就是NO1 2B No.1 這屏幕上有吧 換了 2B No.1記住啊 好不好 然後我們先滾動起來 好我們讓他先滾動起來 來我們鏡頭先切換一下先滾動起來 設想老師 各位導播老師 好的 哇塞 7.7折 7.7折 你無論如何拿不到的 而且是第一批用戶啊 李總您覺得可以了隨時喊提 好 那我們 3 2 1 停 哇 誰 我們看看 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開一下 獲得我們第一個 7.7折大禮的是 網友的名稱叫 清風明月 幽夢花尖 好 剩下的後四位朋友 獲得我們那個共產大禮包啊 這是第一個 對不對 我們還有一輪對不對 再來一輪 來滾動起來 來 好我們3 2 1 停 是誰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是哪位朋友 好獲得我們的是 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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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楊 對 恭喜他 也是7折 這個厲害了 後面的四位啊 後面的四位獲得我們的共產大禮包 我們要恭喜這兩位 以及其他的八位用户 獲得我們的哈佛制度 共創大禮包 我們會有工作人員到時候 及時的聯繫大家 郵寄獎品 也感謝我們的工作人員 再次謝謝大家 林總 價格現在已經公佈了 對吧 大獎也已經送出去了 那麼哈佛的未來 還會有哪些動作 能不能也跟我們在座的 各位媒體老師嘉賓 經銷商小夥伴 分享一下 好的 應該說從今年1月份開始 哈佛品牌 發布了福星系的生態 到4月份上海車展 我們又發布了 一起創哈的共創平台 福星系的生態 是正在不斷的進階 我們將共創的基因 也刻入了 中國哈佛的每一款新車中 未來 哈佛也將打破 地域 興趣 文化的界限 構建全場景 全生命周期 和全煉路的用戶生態 基於這一願景呢 我們不僅要和 650萬的用戶共創 更要積極地擴圈 不斷地嘗試和跨領域 跨行業的潮流品牌携手 為用戶呢 帶來全方位的生活體驗 我們將與 馬蜂窝 ChinaJong 美圖 Keep 海天 以及瑞麗等品牌的智友 組成一起創哈的 共創生態朋友圈 為車主帶來更多的價值 共創全新的商業生態 好 那麼既然如此 就讓我們掌聲有請 哈佛的品牌智友們 他們是 馬蜂窝 還有旅遊網的副總裁 余桌 余總 ChinaJong 組委會秘書長 韓正海 韓總 美圖集團 狼尖雄 狼總 KICK自由運動場 張萬濤 張總 海天品牌 何偉 何總 還有瑞麗服飾美容 石路 石總 來 有請 各位都是這個 行業內潮流風扇 和生活方式的引領者 今天來到這個 哈佛赤兔的重粉激情之夜 加入哈佛一起創哈的朋友圈 來 我們有請各位小伙伴 到我身邊來 好了 我想最先問一下余總 咱們是本家 今天馬蜂窝 來到赤兔的兔窝 你們兩個窝 會給用戶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首先感謝李總的邀請 大家好 我是馬蜂窝旅遊網的余卓 很高興我們可以一起加入 哈佛的一起創哈計劃 馬蜂窝一直致力於年輕化的旅行生態 我們希望和哈佛一起携手這世代 拓寬生活的半徑 探索更多美好的生活 解鎖更多精彩的人生 好 謝謝 謝謝余總 激情赤兔解鎖精彩出行生活 Channel Joy和赤兔 我想到的就是兔子同仁的形象的Cosplay 那麼我第二個問題想問一下 韓總 我們還有哪些精彩的聯動呢 接下來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Channel Joy組委會的秘書長 韓志海 那麼這個也非常感謝 非常榮幸呢 能獲邀參加咱們這個 哈佛赤兔的這樣的一個發布會 那也允許我介紹一下Channel Joy的情況 因為這個Channel Joy呢 是這個每年一年一度在上海舉辦的一個 定位 遊戲 二次元 電競 數字音樂 數字文學 這樣針對這一時代年輕人群的 這樣一個數字全方位的一個娛樂展覽會 那麼它是由這個政府支持的 是這個中宣部的這個行政出版署 還有這個上海市政府做的 做指導單位 然後由我們公司進行主辦的 這樣一個展覽會 那麼我們每年呢 都是在七八月份 在上海這個舉辦這個展覽會 每年參觀的人群大概有四十萬四天 那麼整個的展覽會規模 在這個將近這個二十萬 應該說是這一時代年輕人群的一個盛會 在上海的話應該除了汽車展 就是我們Channel Joy展 在這個展覽會期間 那麼這個很榮幸也很高興 哈佛呢是今年首次強勢參加 我們這個Channel Joy展覽會 那我相信呢 全新的哈佛赤兔參加展覽會 一定會成為我們今年展覽會的亮點 熱點和爆點 那我也希望在這個展覽會上 能夠給我們推出更好 更這個受觀眾喜歡的 人群喜歡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咱們的赤兔產品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Channel Joy 期待最懂年輕人的哈佛赤兔 與Channel Joy接下來的精彩合作 接下來是美圖秀秀 大家都知道呢 很多小伙伴一直在用 那麼請問狼總 這次和哈佛赤兔的合作 會有粉絲帶來哪些變化呢 大家好 我是那個美圖公司的狼尖雄 感謝虎哥的後患 因為我們除了加頭髮這個 貼紙的功能以外 還有很多可以幫助大家 變化的那個技術 未來呢 我們也將與哈佛赤兔 強化消費者出行場景的體驗 共同去開發出 適合節日出行使用的貼紙 或AR的特效 然後以記錄更多美好的生活 對 這算逮住我了 美圖秀秀啊 這在頭上長頭髮呢 好嗎 這是 相信美圖秀秀和哈佛赤兔 都一定會越來越火 Keep的出現呢 讓更多的年輕人 開始逐漸的愛上了運動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的身材很好呢 很多都是Keep練出來的 那麼請問張總 你為何選擇加入哈佛的朋友圈 現場和線上的各位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我是Keep的張文濤 首先祝賀哈佛赤兔正式上市 那今天呢我們都看到哈佛赤兔的用戶 群體整個是在聚焦年輕和運動 所以呢這和Keep的用戶有著很大的契合點 我們希望能與哈佛一起 讓運動和汽車完美的融合 也更好的去實現我們千層的聯動 來打造全新的用戶生活場景 能讓我們的用戶更加的自律和健康 不錯我特別欣賞的一句話叫自律才自由 因為自律和健康是當下用戶的終極追求 再次感謝Keep的張總 我看最近這個海天火鍋AdMia非常火 我很好奇海天和赤兔 你們兩家會玩出什麼花樣呢 大家好我是海天的何偉 只有理解年輕的我們才能調出新的味道 非常期待與哈佛一起呢 共同打造一個全新的品牌互動的一個運營模式 一起推動呢品牌和消費者的一個深層連接 讓我們一起為消費者生活添加滋味 要想讓生活有滋有味 不僅是吃的有滋有味 穿的也要有品有味 在我們場館的對面座 中國時裝周的瑞麗也來到了活動現場 接下來我們有請瑞麗的石總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請 大家好我是瑞麗富士兵和石鹿 首先註冊哈佛赤兔閃耀上線 剛剛看到我們哈佛赤兔的發布就覺得 咱們哈佛赤兔超懂這一時代的女生 她們時尚有態度有激情 這樣的用心和我們瑞麗一直以來的理念非常契合 瑞麗富士美容作為國民時尚媒體品牌 從實用的時尚到新生代女性美麗生態店 26年來一直引領並陪伴中國女性美麗蛻變 因此在今天這個520的特別日子裡 瑞麗富士美容願和哈佛汽車携手一起服務好 每一位時尚四粉兔給大家帶來更多驚喜 好 感謝各位的精彩分享 我們一起裝哈 生態也將為哈佛赤兔深度赴能 今天正好是520 李總和我們現場的各位哈佛的品牌知友 也為哈佛赤兔準備了一份心意 對嗎 對的 沒錯 咱們想給這隻又酷又潮的兔子們 準備了什麼呢 好 來 我們有請亮麗的李葉 好 哇 胡蘿蔔是吧 對 兔子們最喜歡的就是胡蘿蔔 沒毛病 來 繼續來 有請我們的嘉賓 在倒計時以後 把這個胡蘿蔔 裝到這個巨大的能量碗裡 種下胡蘿蔔 來 各位準備好了嗎 先拍照何以留念 3 2 1 走起 期待在這個晚上我們種下的每一個胡蘿蔔 都能在不久的將來 找換為源源不斷的能量 不能哈佛赤兔吃喝玩樂的生態 恭喜大家加入哈佛用戶共創朋友圈 也歡迎更多的品牌加入 構建用戶利益的共同體 鑄造用戶未來的美好生活 來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有請各位領導一步抬前 有請各位領導一步抬前 對 走到我們的胡蘿蔔前面來 與此同時呢 我們也要用熱烈的掌聲 有請第一天入職的 哈佛赤兔代言人兼用戶增長官 CGO吳宣宜 長城汽車副總裁 傅小剛先生 哈佛品牌技術總經理 呂文斌先生 哈佛品牌營銷副總經理 張孟元先生 哈佛赤兔商品總監 李震濤 哈佛赤兔營銷總監 余颖周文 哈佛品牌傳播策劃總監 王美瑋上臺 有請各位領導 與其追逐爆反 不如成衛爆反 與其引力潮攏 不如更加的激進 哈佛制度 將以激情動感之姿 在汽車圈掀起一陣 吐槽之風 在動靜之間成為我們年輕人 心中的完美作家 來吧各位 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做一個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手勢 來 先給大家比個一 這個叫兔 耶 來 先合影兔 三 二 一 接下來我們再來換一個手勢 由兔轉一下變成一 這叫兔筆No.1 三 二 一 兔筆No.1 好了 感謝各位 到我們本次的兔筆No.1 哈佛制度 充分激情之夜 就要圓滿結束了 但是哈佛制度的故事 仍然沒有講完 讓我們一同期待 後續哈佛制度 混動疊時地車型的正式上市 相信哈佛制度 也會給各位 帶來更多的驚喜 谢谢各位的光临 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最后祝哈佛赤兔大麦 各位拜拜 谢谢各位 请入座 谢谢大家 下面是我们的赏车时间 请各位美丁老师和其他老师 也可以上台上仔细地近距离 来欣赏和关注观看 我们哈佛赤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